叶酸是备孕期到怀孕期都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之一 有助于胎儿正常生长发育与预防瓶屑 但许多准妈咪对于叶酸的补充有许多疑问 国民健康署就在记者会上宣导正确摄取叶酸观念 算是其中一个因子 所以我想说对印度科学是妈妈拍了小孩 我特别需要营养分的情况下 那确认对妈妈其实是常常会造成疲倦 脱营 那甚至是说外人 我脱营嘛 所以你造成一些妈妈上的一个困扰 跟身体上的一个不舒服 所以叶酸的补充就非常重要了 那因为妈妈怀疑在这个防备 防备在肚子里面那一家 那我们不许营养素也透过太胆 直接到马虎胎的生理犯 那叶酸对于我们身体的神经肢种的发展 特别是因为神经肢种的发展就非常重要 所以在怀疑的过程中 我们这样妈妈不缺叶酸 那么小孩就走过一切叶酸 小孩就说切叶酸 整体系统的发展就可能更完美 避免一些身体上整体的一些切叶 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切发叶酸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想要怀疑准叶酸 或者是说一件怀疑的早期有应急当中 怎么样保持身体的一个健康 那也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特别在今天的基层未来 希望透过我们的媒体朋友们 来谈谈你们正确的信息 我们只能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去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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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上许多资讯内容 往往使备孕妇女或准妈咪们产生误解 国建署搜寻准妈咪常见的 运气叶酸迷思做回答 另外不只补充叶酸营养食品 其实生活周遭可得的食物 也含有许多丰富叶酸 就是猪肝其实真的是叶酸含量丰富 但是玛丽调没关系 我们就寄在旁边比如说多一个绿色的蔬菜 比如说像点个菠菜也OK 那我们的下午点心可以带芭蜡 微深处膝之外 你看它外面是绿绿的 一样有叶酸 那葵瓜子这个很少 大家平常很少会 都没想到吃这个 这个坚果 古时候的好坚果 有没有 像我们以前我骂我妈 她们还磕瓜子 磕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才能知道这些都是怎么样 好食材 叶酸很丰富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六大类营养食 要记得就是妈妈要补充着牛奶 所以一天就是一到两杯的牛奶 这才是我们需求的 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晚餐可以吃什么 刚才说的红梨麦饭 有没有 那红梨麦 这个东西你回家自己煮 或者你一次把它煮成一个礼拜的量 因为红梨很耐放 你放冰箱 然后你每次比如说你中午才是叮鸡腿便当 你就把那个红梨拿出来也给吃 在你的饭上 OK 有没有很简单 所以大家营养食叫的配合很好吃 是很生活 对不对 好再接下来我们看 自己是要说自己 不好意思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红梦炭或红梨炭都可以 我们今天吃了单草 也可以加上怎么样 布拉皮一起炒 增加我们的蛋白质 那再推荐大家一个 我自己很喜欢吃的 就是小白菜炒蛋 或坡菜炒蛋 大家实际上就试试看 双重叶酸加成哪个双重 绿色蔬菜外 蛋黄的叶酸含量也功夫 再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 花生根乳豆干 是不是有一边 有时候那个面店有没有也会有卖 所以点一盘 其实不是只有吃菜 就是还有更多元的东西 配有叶酸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黄豆芽排骨肛 黄豆芽其实叶酸含量也很功夫 就是带来就是我们的木瓜 叶酸含量也很丰富 所以最后给大家一个 总结好记忆带出去 作为讲 叶酸在哪里 在绿色跟黄色里 绿色就像他们说的叶菜 黄色像我们说的玉米 木瓜是不是 还有红豆芽 是不是都带黄黄的 蛋黄也是黄的 这样子给大家一个好记忆的点 依据国健署 106年到109年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前调查结果 19到44岁 妇女每周外食 14次以上 达35.9% 而每日蔬菜摄取 达三分以上 仅占5.8% 外食的食物选择 及每日蔬菜摄取 是补充叶酸的关键 因此国际署 提醒外食的孕妈咪们 要注意摄取高叶酸食物 对妈妈宝宝都有益身体健康 记者温文君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4 1 2